Hello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今天晚上6月10日又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subscribe YouTube,patreon,每月订额付费去支持 另外看完广告,看完影片,利用superfan 10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多谢各位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当然总结一下6月9日我的感受 还有展望一下,有一些零星的活动,我想知道不是零星,各地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我没办法做个list给大家,因为随时在变动中,我讲完之后可能已经失效 还有很多东西我怕挂一漏万,希望大家参考各地,如果你们不是香港的话 各地举办活动的时间表,还有他们的地方,比如我记得612反送中五周年的活动 曼城6.12分傍晚就会在 St. Peter Square那地方有集会 当然全世界各地也有其他的大城市会有关的活动 希望大家都守护这个初心 台湾和日本刚刚办了,日本我知道有好几个 就是在日本的当地的一些香港人的团体,也都办了一个有接近百人参加的一个demo 就是demo,就是demonstration,就是一个游行 台湾也都有近六百人参加,就是由香港边城青年主办很多其他的协会,包括我们协办的一个反送中五周年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由这个俗称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的牌楼下面 一路沿着海大革林大道 和这个商阳街等等 一路走到西门丁的西本院址 那个地方做集会,我都是和大家做一点的演讲 我想很多人都在现场一起高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和这个愿名光归香港 很幸运的地方 在台北的游行 游行过程中 没有下雨 阴天而已 有少少风 游行前下很大雨 游行后下很大雨 刚刚最后一个人说完 大家唱歌了 记者开始访问一下 主办的单位 就开始下雨了 所以我就说天公是做美的 即是今时今日 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一次 我记得去到去年 我参加6月9号 在行过Ready 都没有到最后底大的地方 已经下大雨了 但是今次是 整个活动的过程中没有雨 前后下大雨 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是整顶 这种 巧妙的上帝安排 很难得 但无论如何 这种巧妙的安排 我们都看到很多的朋友 在一架战车上 有讲话 有广东话的 有这个华语的 我都是发表一些 华语的演讲给大家 去听听听 我都很开心 很多个同道 有些是海外来的 例如我看到 刘卫庭 即是Loretta Lau 我们这个 组织 他基于荷兰的 海鸭 他都做了很多很多的 抗争艺术 另一个抗争艺术家 当然 Casey 即是王国才 基于台湾的 也有参加 英国的 林里林朗 也有参加 我想这些 非常 热闹的一次盛会 我都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 我见到 李明哲的身影 见到李孟居的身影 他们都是被中国 囚禁很久 的台湾人 他们都看得到 反对共产党 不为余力 这里的 西藏的 淘博的代表 亦都 在这个地方 参加 我都觉得 一定是在一起 我发表的 短短的演讲 讲到尾就是说 拒绝慧望 我们努力奋斗 OK 连结所有反共的同道 一起来守护 我们这个国家 也希望跟台港同行 在过程中 你看到 这个 台湾国会的 这个支持香港的连线的 这个副主席 应该是洪申汉委员 主席应该是 今届是 王折 高雄的一位美女 许议员 另外就是说 这次看到 洪申汉 都出发的时候 跟大家同行 OK 一起发表 简单 而重要的一些演讲 我觉得很开心的 大家都同行 据我所知 台湾的政府 如何看这个游行 也都相当清晰的 他们都觉得 要坚守着我们的初衷 也都希望等待时机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精神 也在这段期间 深耕台湾 不要成为台湾的异类 我这种说法 对大家英国的 加拿大 澳洲 美国 日本 法国 德国 哪个地方都好 一样 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同样的心智 同样的心情 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的事 我们要融入 我们的主流社会 去做事 看我们的节目 很多都是在香港的人 留着香港的人 那怎样呢 记住 不要忘记 而且尽自己的能力 做日常生活的不合作 甚至轻微的抵抗 温存这个力量 未来 又见生机 OK 讲讲 当时台北的有行的情况 接着我讲讲其他地方 OK 台北 当日 6月9号 昨天的天气 是阴晴不定的 异常反复 中午下了一场激烈的雷雨 又开始的时候 阳光出来 变得非常满热 参与者互相叮嘱要多喝水 大家都踩着广场上的水蛙 就是水藤 举着大会派发的标语 一位手足就说 举着 捍卫民主台港同行 捍卫民主台港同行的标语 身穿香港家有的黑色上衣 他来台湾差不多一年 这是第一次参与 香港议题的集会游行 他说因为在香港 已经不可以游行 难得还有台湾这边淨土 所以一定要过来 身上的黑衣 在香港家有四个字 变成禁语之前 已经买下来 独自来游行 他感慨必须珍惜 这些机会 失去了才知道 不可以当是理所当然 年轻的时候不懂珍惜 近年香港变化得太快 游行集合的时候 广场上大约罪一百多人 他觉得人数不是重点 不一定人多才算成功 他说我只想做好我自己 忠于自己 注冠单位就是现场广播 令参与者必须做好自己的风险评估 他坦然 虽然出来游行的确有风险 但如果已经身在台湾 却仍然因为惧怕 而不出来 那就全世界 都没有我们香港人 可以去的地方了 一面遥住香港独立旗切的另一位手足 我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的 一位手足 2019年底就来到台湾 从未缺席 每年6月 在台北居行的游行集会 政权对香港的打压从未停止 好像早几天有人在球场 不唱国歌都被拘捕 五年过去了 他观察到 参与香港议题的游行人数 越来越少 我记得我2020年刚刚到的时候 和几个 志同独立 创立协会 组织了一场游行 和其他协会一起办 当时几千人 当时的议题是什么呢 我刚刚来2020年7月 当时的 第四季 出现了什么事呢 Safe 12 Safe 12游行 我们那时候 哇 申请老权 是由 这个 Sogo 就是中校復兴 一路走到中国银行大楼 当时香港就有经贸版 在台北的 现在当然没有了 行这条路 都行整个小时 条路挺长的 沿路很多人说 有参加的 所以那个 磅薄的气势是相当多 但由2020年 每年21 22 23 23 24 那个Safe 12 已经不是香港了 有些去了乌克兰 有些去了以色列 OK 去到今时今日 关注香港的人呢 依然存在 但是放在美中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美中之间的对决 的格局去看 捍卫台湾的格局去看 就不是再放弃呢 帮助香港 抗共 抗中的格局去看 这件事 但是这样也好 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说 松手的 而我认为香港的问题 当时那么引起关注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 美中贸易战 二 香港反送中 美中贸易战是2017年 香港反送中2019年 这两个事件 是触发了台湾 当时蔡英文民望 低于五成 变了高于五成 当然 你说他对不对得着香港人的话 我觉得你怎么看 对难民来说 就是对于那些 手足专案人士来说 我觉得是 完成着他应该做个任务 OK 我看得到是 我都 做过节目 他无辜这帮人 OK 另外就是对于移民来说 的确 有很多规则不明确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想在 这方面 政府部门也有这个 改变的空间 详细的建议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 说 因为做 的事件 我会觉得 有很多事 事实上 调查清楚 做的一些事 应该是 低调地进行 但可以这么说 我 念念不忘 说的 其实现在 已经 这半年 这一年 已经 有成效 而我觉得 台湾政府 会不会收紧 对香港的政策 我不能够排除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存在 不是我很希望会收紧政策 你没搞错 是我觉得 这个政策 很快 可能会比想象的时间更加快 去收紧 OK 所以这个收紧 我起码争取到的 希望兑现 就是 对于已经落到居留证的人 不会再受影响 OK 已经落到居留证 等待定居的人 跟回旧政策 如果新政策更紧的话 就对于 未得到居留证的人 去适用 我觉得是 正常 OK 你不可能要求的国家政策 永远不变 但我觉得 起码大家 不要有期待落策 避免分化 也避免滲透 反分化也要反滲透 台湾一定要做得好 否则就有很多问题 在这段过程中 这些手足 很努力地工作 中年的 要是休息一段时间 做少少生意 OK 年轻的 我也知道他主动 印旗 来卖也有 自己的酒吧 打工也有 有很多很多故事 我想去到 好几年之后 可能等光复之后 很多这些故事 和大家分享 但我可以说 有班人 很努力地 去生活 中间当然 有犯错的地方 但我想 很多人都会有反省能力 要给很多机会 给这些年轻的 可以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事 然后慢慢慢慢 向这个更积极和乐观的人生去做 为自己 为香港 布下种子 也埋下这个善根 这个重要 那么 五年过去了 刚刚这位手足 就观察到 参与香港议题 人数越来越少 的确是的 今年六百人 我觉得去年也有 一千人 即是八百一千人 少了些人 为什么呢 现在 在香港 过来定居的人 是不是代表他永远不回香港呢 不会 他都会回香港的时刻 不想那么露面 不想那么突出 不想那么 露个头出来 明白的 另一样东西 也有一帮积极的人士 去支持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都会参加 OK 但是他们会好好宝贝自己 不想自己被人拍到照 免得 香港打压更加重 因为他们 要是他们回香港 为什么回香港 是不是好玩 不是 家人嘛 是不是 不是贪 不是餵食 OK 是家人在那边 那可以怎样 你不可能 每个人 都会这么幸运 就是 全家人 可以全身而退 很难得 这个是 有一些人 未必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体谅 另一方面就是 大家都知道 努力在社会 要奋斗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件事是好事的 但他们不参加入 是不是代表遗忘了 千万不要这样等同 有很多说明 就是 我是因为风险 有很多原因 或者工作 所以不来 我都听过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很多人 来与不来 各有各的原因 但是我当然 希望人数越多越好 但是当然 是不是代表人数多 就代表好呢 比如大家英国 美国 各地 尤其是美国 很多散居在 中西部的 又去东部的 其实 香港人很少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搞的活动 是不是搞完不搞呢 我觉得对于搞活动的人 我真的要万二分致敬 我常说 一场活动 不是代表多少人参加 越多人参加越好 就算有小猫两三只 只要是真诚 痴烈的心 有热情的 来参加 点起一支蜡烛 甚至在日当空之后 举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独立 唯一出路的标语 甚至挥舞着 我们香港的旗次 帮着圆明光归香港 只有两三个人 我会觉得这种精神 才是最重要的 SPIRIT 这个SPIRIT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明白 不是说越多越好 我们不是 搭友 劈友 现在不是 我们是 希望呼吁更多人 显示出我们的SPIRIT OK 所以越少人 但是越能坚持的人 我觉得越能够使我们感动 我反而今天看一件事 当然 在台湾的香港人比较害羞 没有那么勇气 相对港人来说 他觉得台湾人更加多 有很多甚至 落手落脚 很支持的 这就是很多谢 很多很多 台湾的同道 在这个地方 一起努力 他特地举起了港独期 是因为希望 给台湾人知道 一国两制已经失败 身上的衣服也特别为这次游行而选 写着 I am not Chinese 我个人是支持反中的 亲历了 台湾这些年的 大小游行和集会 他记得2019年的时候 年底游行人数最多的 却禁不住 的确很多来台港人已经离开 而自己认识的朋友大多数 较少参与和理非的活动 所以今天是独自参与的 危险程度不高 台湾很自由很安全 另外有一位 另外一位手足客 戴着头盔和猪嘴 即是这个防护面罩 站在人群中 太阳很猛 看水由他的念客 两旁一直流来 他是台湾人 以这样的装扮出现在游行当中 是想将香港人的精神传承下去 香港人的精神 至于台湾人 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是最初 香港人为公义和自由走上街头 然后权力被中共把持在手上 就无法继续发声 他觉得虽然香港人 已经无法上街表达意见 但港人的精神并没有消失 面对不公平就要表达出来 他想说给台湾人 我们不知必须关心自己社会发生的事 我们不能忘记香港发生的事 要将香港人的精神 记在心里 对于两个礼拜前 在立法院 即国会发生的集结事件 即清了行动 他说自己以这个装扮今天出来游行 更具象征性 更有力去传递信息 就是如果台湾人忘记了 党人面对的事 台湾就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这一身装扮他说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香港人反抗极权 不能被忘记不能被亡灭 无法替代的符号 在英国的港人艺术家 林尼林亮就两夫妇 就在英国 飞到台湾 参与六四晚会和这次游行 夫妇二人也在游行队伍当中 太太林尼最感动的 看见人们举着 捍卫民主台港同行的标语 可以看到台湾这边的集会 很重视怎样与台湾联结 而英三年 两个人在英国也经常参与集会 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 港人在英国游行 沿途会设置很多街站 一边向英国本地人介绍香港的情况 而另一个目标就是希望 在英国政府 可以正视和介入 港人在英国面对的跨境 镇压问题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丈夫林朗就说 假如 例如 是有示威者被嘔打被拉入中国驻英领事馆 间谍骚扰港人等问题 相反他们觉得 台湾的港人活动和游行 更好像互相帮忙 林朗说 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 台湾人 觉得香港情况每况愈下 下一个就到台湾 游行的途中 两人和身旁的台湾人聊天 听到最多的 就是不想台湾变香港 林尼觉得 是他们最担心的事 香港作为一个示范作用 他们都说没有想过 香港会变成这样 积极参与游行 两个人都觉得 这是作为 离开了 香港人的 责任 This is our common duty 有责任代 那些不能够游行的人 走出来 有自由 就要珍惜 我希望很多 留在香港的人 我和很多同道 是不会缺席 我知道我所做的事 和大家所做的事不同 但我们 心有灵势 一点不同 大家都是 互相呼应 只不过是 说的事 做的事不同 但我们的心 是相通的 林尼最想做的是 令香港人知道 海外港人 并未放弃 一位 即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位 是本土的历史的 民间学者 徐成恩博士 就此出 反送中医的事件 已经五年了 这次游行的意义重大 六九是大日子 大家并未忘记这件事 而且不应该 只是香港的事 而是台湾人的事 以香港作为借镜 他分析说 反送中事件的杯口结构 就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后 大国崛起的霸权 侵吞其他地方的争霸心态 所以 香港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就是台湾 他认为台湾人可以 从香港人的经验里面 学习 了解香港这几年发生什么事 将香港的本土民主运动 和普世的民主运动 和价值结合 中国要扩张势力 才是香港 建后台湾 如果台湾守不住 就是全世界 随医生说 全世界 所有的自由民主体制 正在面对同样的危机 他说 如果我们不团结 面对中共的挑战 自由民主世界 就会面对兴亡的问题 所有人都有责任 守住台湾 全世界都得益 反送中事件已经过去五年了 他离开了香港 在台湾落地生根 而不是落叶归根 是落地生根 坦然 既然已经在台湾定居下来 就要在自己的崗位 继续抵抗中共 在台湾输悬历史 持续抵抗 不被同化 现在是 民主的世界大战 我们必须为守护民主而战 希望大家都明白 我们的心态 与此同时 我们知道 全世界 未来都会有很多活动 刚刚都说过 除此之外 日本 我知道很多同道 都做了很多东西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亦都要 跟大家说 6月9号 由2019年到现在 五年 加一日 宋宗法 只影响一小人 林郑娥说的 邓PK说 国安法只影响一小撮人 李渣昭就说 23条 只影响一小撮人 原来到现在 10279人被捕 原来这就是一小撮 离港的 至少 不至少 55万人 原来这个就是 他们说的一小撮 说到尾 这不是一小撮 而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命 留下来的人更加惨 他们可能 没有能力离开 或者有些原因 暂时未能离开 甚至在监狱里面 不能离开 如果你说 给他们的选择 如果命运能选择 他们分分钟都已经离开了香港 但是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这个香港是自己的家 我其实很大挣扎 我都说过 就是说一个 有出生 生于斯 像于斯的地方 除了我在台湾读书的 好几年时间 八年时间 我在台湾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香港过 那么期间我都有来回台湾的 但基本上 生活的地点 都是香港 那么为什么2020年 以后 要离开香港呢 就是因为 香港已经 金飞色彼 还有 我在这里的地方 才可以做一些 帮到香港的另一件事 我想过 究竟留在香港 入小监狱 个个做matter 和黎智英 同仓是好 可能运到我 没完没了 还是要在 香港意外的地方 继续发声 继续争取 或者将这个 声音 继续保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mission 我在这个地方呼吁 所有所谓的KOL 真正我们说的 评论人 无论大家口才多好 多不好 我觉得我口才不是最好的 OK 但希望大家做一件事 就是记住你所做的每一天 每一件事 都是为香港人而做 流量多少 点击多少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你所说的 是为自己私利 还是为香港公义 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 我们跟不同的地方 中央的政府接触 跟不同的一些团体接触 其实目的是什么 目的不是去踏大台 目的是希望 最终的目的是希望 这里的香港人 能够找回自己一个 家的感觉 这里的香港人 不要忘记香港发生的事 我们在等待的时机 未来会继续努力 每个家庭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痕迹 但我们有些common的事 或多或少 这件事都是我们 为何要做事的原因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 不要退色 不要退去 这个就是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做到的 小事 美国波士顿 大家知道 反送中 五周年 6月9号 亦有一个英勇的香港人 举着光时的标语的旗次 面对着台上 香港驻美经贸版 ETO 和中国领事馆 中领馆的人员 在出着一个龙周赛 做发言的时候 台下香港人 举着光时 标语示威 工作人员 试图阻止他 但失败 所以我觉得这段片 大家看回自由亚洲电台 很清晰的 这位 先生 这位先生 上一年纪 依然举着这个旗词 证明什么 人生不死 所以重点的地方 不是一定要大城市 波士顿不是超级大城市 纽约大 你三藩市 即是九金山 或者是 洛杉矶 都比他大 马亚米 都比他大 OK 波士顿不是一个大城市 但是起码 你看 我们的心 就很清晰 这个就是 freedom of expression 你阻止不了他 你阻止不了他 你阻止他 为什么 你阻止他 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美国宪法第一收请案 freedom of expression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你在自由世界上 真的没有你苦 就是 陈建文教授在台湾 也是 贴出他的Facebook 写 六个大字 活得 磊落 真诚 是陈建文教授的首席 首席 也是台北的 西门町的 非地书店 有得买 活得 磊落 真诚 这一点是重要的 这一点是真诚的 比什么可爱教治六四者更加紧要 我经常都说 未来有很多的事 我们都会记得 每年由6月9日开始 100万人 103万人的 游行 我记得 最近 刘梦雄尖啤 贴了一出相 这么快就 五年前的今天 然后他的相 我看了之后 吓了一条 一两月吓了一条 第一 黑衣的 刘先生 你是否贴错照片呢 6月9号大家穿白衣的 那你如果贴错了616的照片的话 你就更正一下算了 这些technical error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真是 有这样的心智 理解到6月9号都是穿白色的 你不会贴错了一张黑色衣服的照片 第二个我觉得很惊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捍卫一国两制就是他当时的标语 各位香港人 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管治香港的 我想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和很多很多香港人的抗争的梦想完全是脱离 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了 香港人的梦已经不是 因为由1989年前后 1984年的时候所谓的民主派 民主回归派 之后搞到这些所谓泛民主派 捍卫一国两制去处理的问题 我们要的并不是 要踢走国安法 踢走23条 只是回复 这个基本法 我们就收货 我们要 中共国 离开 滚蛋 消失 粉碎 无望六四粉碎中共 无望香港也要粉碎中共 粉碎中共之后 香港一定迈向 独立的道路 如果你说 独立之后会不会和其他地方 结成联邦邦劣后话 我希望这个时候就是审慎去应付 但我觉得香港有自己的文化 语言和价值 是和很多地方不一样的 OK 所以我想这一条是我们应该要走的道路 而不是 好像判卫一国两制 还五年之后 这方面都没有反省 还依然贴出来 我觉得 有点哪个 当然判卫 不可以说 是 他和共产党很多人 过重甚密 但我就说 即使你多讨厌梁振英都好 在这方面我们一致 但 精神结构 不要和共产党 大一统 中华文化 DNA 同质同构 这才是我们最着重的一点 我们记得6月9日 103万人示威 6月12日 240枚催淚弹 6月15日 梁义士 梁凌杰弹 6月16日 200万人去游行示威 6月21日 遗警总 624 找税局等收工 6月26日 G20众筹登报 6月29日 再失去义士 6月30日 再失去两位义士 七一为立法会 然后很多人 接着自杀死亡 所以当时我们很担心 后来越走越多 就知道有很多光复行动 由尖沙咀 屯门 上水各地都有 721 831 101 接着 1111 中大理大 我们怎可能忘记呢 是不是 这些事我希望大家都不会忘记 我们香港才有真正的将来 温泉这个升火 这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么 我看回 5年前6月9日 我在香港的时候 的一些照片 我都觉得很感慨 和我同框的人 有些部分 留在香港 有部分在台湾 有部分已经 去到其他地方移民 先后已经离开香港 其实我心里很难受 但是难受都是一种 重新去 去建立自己新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今天我觉得整个6月9日最好的一篇报道 是我要说renews这篇报道 亦是我压续的这篇报道 记不记得6月9日是什么日子呢 知不知道谁是梁凌杰 renews的记者 林彦邦 在街上找一些年轻人 看他怎样回答 5年呢 是否足以令人忘记呢 又或者对只有十多岁的年轻少年来说 5年前的事是否已经太过久远的 仪式记忆呢 亦或只是不再会 不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 那年的夏天 还是这些所有的一个组合呢 是什么的心情呢 记者做了几个街头访问 不会找到答案 现在的社会也不会有答案 只是历史一再说明 记忆并不牢固 当一件事难以公开谈论 只是被单方面定义定性 下一代的遗忘 或自己如下 扭曲的印象 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用了几十年 另一件事消失 香港又会怎样呢 米能坤特拉说过 人与政权的斗争 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有些人问 6月9日是什么日子 对不起 是否父亲节 有些人说 不好意思 不记得 很多人说 不记得 不记得 丁头走 答着就会 什么 接着有些人就说 6月12日 故意说 不知道 对不起 不知道 什么日子 不知道 不记得 不记 接着有人说 记得 可否说现在什么感受呢 外出时见到 什么什么 就会祸害怕 警察 铺铺都不敢说 黑警 不敢说 就会避开 他说这个人是不会忘记 他都回答记者 仍然会记住 见到他们会有所避忌 就是说到这一点 你觉得坊间 记不记得 当天坊时发生的事 他说 大部分人都会记得 大部分人都会记得 但敢不敢提起呢 其实他们做那么多 就是想你们不敢说 对不对 他年轻人就说 我觉得敢说 大有人在 不会明显地说 会隐悔一点 问年轻人 6月9号就是明天 我见你留意 右依之下为什么 我不太记得 今天是哪个日子 前几天 有一天 凭空消失 会不会觉得 不说比较安全呢 不知道 有些事情 真的没办法 就是 没办法说 但是基本上记得 问你记不记得 6月9号是什么日子 很多人说 不记得 用不记得 来回应记者的问题 不知道 记不记得 谁是梁宁杰 不记得 很多人说 不记得 不知道是谁 用这个方式来说 有些人说 陈同佳事件 引发后续的事情 你用一个比较隐悔的方式去形容 是不是有什么考虑呢 因为现在的环境 不知道大家的立场 所以大家都不敢说 不敢发声 这个就是香港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港共政权 就以香港人变成这样 用一种比较客观的 政治正确的术语来说 6月9号 是属于香港人的日子 问他有些人记得 有些人记得 很少人就会说记得 于是 发生的事 就会记得 永远都记得 当日香港发生的事 我希望大家都会记得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大家会不会说完之后 上镜会有压力呢 有的 问他要不帮他打格 他说不打格 但总有机会有事情发生的 所以但是 都是要说出来 这个就是 拒绝为望 冥记真相 要付出香港的代价 我再次都希望 大家都冥记这件事 今年有很多事情发生的 47人案 就是 快要有求情部分 之后也会判刑 另外就是 很多譬如说 这个 黎智英案可能年底会判决 怎样跟我们下跌 另外 这个 《立场新闻案》 希望都尽快会有判决 这些这样的事 我们都觉得 放在心里面很重要 在我们在外面 虽然有自由 但要珍惜 不可放纵 依然会战战兢兢 觉得我要跟所有 依然在香港受苦受难的 一起生活一样 我们可以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 很开心 但Deep in my heart 我一定会觉得 将 我们香港人 的人权与自由 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将台湾的 受到的威胁 被侵吞的风险 被滲透的风险 放在 非常高的位置 这是我做这些事 为什么要做的原因 是不是 我都希望大家都 明白到 这些事 不会带来 对自己的利益 但我觉得不说 我才是罪人 我是背着 很多人的十字架 虽然我是自愿背起身 来到这个地方 希望更多人能够背起这个十字架 好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其他议题 放在这边